今晚深喉嚨 永多深 化多深 安坑安和路上一大塊空地 是台灣麥芽糖舊廠區 如火如荼興建砸下三億元 打造南洋風情主題夜市 營運面積占地1200坪 預計有120個攤位和600個公共座位 市營運第三天舊停電 還意外扯出 違規營運風波 市營運的話 是沒有講說執照的問題 夜市建築物沒有取得 使用執照就先營運 遭公務局和市場處盯上 9月3號派員前往現場勘查 因為電箱故障導致停電 再加上違規遭市府斷水斷電 這一停恐怕要兩個星期 我們要保證它的 現場食材的生先安全 所以我們臨時發了 臨時兩台發電機組進駐 為了民補攤販損失 業者緊急做出因應 在使用執照核發下來 正式營運前租金減免 並緊急調來臨時冷凍庫 保存食材 租發電機供電 其實夜市消防安檢和現場勘查 都已經合格 只差補齊圖說文件 就能拿到使用執照 卻等不及提前試營運 不但將埃罰至少50萬元 也讓攤商對業者信任 大打折扣 記者陳家豪 溫思涵 新北市報導 旨在上直播 中廣泉 我來一貼